风神演绎这本书主要讲述了结教和产教之间的神魔大战 也就是原始天尊和通天教主之间的风神大战 书中说风神榜上的有名之人 他们在五王伐咒中将会被杀死 然而在书中风神榜上的有名之人 几乎都是通天教主的徒子徒孙 并且通天教主在书中都差点被杀死了 在十五回的时候是浩天大帝命令原始天尊执行风神榜 并且受原始天尊的门徒犯了红尘之恶 浩天大帝想要原始天尊的十二金仙 成为风神榜上的有名之人 然而仔细地看完书中的内容 原始天尊在诸仙镇的时候 他被通天教主削去了顶上三花 这就让很多读者思考 认为原始天尊可能也是风神榜上的有名之人 但是他为何在风神榜中没有被杀死呢 前面已经说了浩天大帝 原本是让原始天尊的门徒 成为风神榜上的有名之人 但是原始天尊施展计谋 让风神榜上的有名之人 都变成了通天教主的弟子 记得原始天尊说 他门下弟子犯了红尘之恶 要去凡间历劫 但是通天教主的徒弟 刚刚开始并没有犯下红尘之恶 因此风神榜上的有名之人 最初应该就是原始天尊的门徒 后来商咒王写事亵渎女娲娘娘 这时候女娲娘娘拟定法旨 在凡间开始了武王伐咒 这可是天意 就连浩天大帝都不敢违背 甚至红军老祖都不敢违背 因为女娲娘娘可是尚无天神 也是创世神 是书中地位和声望最高的神仙 当原始天尊知道武王伐咒的事情以后 他便借着这个机会 来完成浩天大帝的旨意 后来让神宫堡成为通天教主的徒弟 教唆结教的门徒下山 阻止武王伐咒 其实就是让通天教主的弟子 违背女娲娘娘的意志 也就是逆天行事 这样一来 原始天尊的门徒 可以光明正大地下山杀死结教的弟子 他们是替天行道 并且事处有名 拿着女娲娘娘的名义 来完成浩天大帝交给的任务 最后在武王伐咒中 原始天尊的门徒 把结交的弟子杀个片甲不留 最后通天教主的徒子徒孙 都成为了封神堡上的有名之人 原因就是他们违背女娲娘娘的法治 也就是逆天行事 在八十四回的时候 原始天尊单独进入朱仙镇 但是他并不能破掉朱仙镇 并且原始天尊头顶上的莲花 被朱仙剑的剑气打落三片 也就是削去顶上三花 幸亏他有盘古繁护体 否则在朱仙镇中 可能早就被通天教主杀死了 成为封神堡上的有名之人 还有原始天尊的十二金仙 他们在九曲黄河镇中 也被削去顶上三花 后来是原始天尊联手 台上老君救了他们一命 这个书来 封神堡上最初的意图 就是让原始天尊的门徒 成为封神堡上的有名之人 甚至原始天尊 可能都是封神堡上的有名之人 但是原始天尊 借着五王法舟的契机来完成 蛮田过海地把封神堡上的有名之人 变化成结教中的弟子 甚至自己都不用成为 封神堡上的有名之人 因为他在凡间尸体天心道 这样一来就可以不用被杀死 也成为不了封神堡上的有名之人 只能说通天教主 在书中的结局确实比较悲惨